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是一个军权神兽,皇权大于一切的时代,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将自己宣扬为真龙天子,是上天派遣下来统于四方异诏黎民的主人,而且当时皇帝又被认为是天下的主宰,正所谓,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兵莫非王臣,因此很多人是不敢去挑战皇帝的权威的。 灵骑时,处在汉县帝那个位置,能说出这样的话,确实是无可厚非。因为,那时的汉县帝就是曹操名副其实的傀儡,没有任何权利可言,面对着自己皇后的无助哀求,汉县帝虽痛不欲生,却又无可奈何,而对于福寿皇后而言,不要怨恨,如果实在要抱怨的话,只能说他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一个亡国之君。 然而,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,例如中国古语有云,高岸为古,身古为灵,设计无偿凤,君臣无偿位,自古皆然,意思就是如果碰到了那些大奸大恶的奸臣,以及操弄权柄的权臣,那么这些昔日自诩为九五之尊,尊贵无比的皇帝,就会成为一个待宰的羔羊。 我们就来为大家讲述一个悲催的亡国之君,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罗冠中老师三国演义的忠实粉丝,在整部三国演义中,可能我我们瞩目的焦点,会是那些被刻意描画,以及重笔渲染的英雄人物。 某些大人物却因为无关紧要,很容易被我们所忽略,而剧中的汉宪帝就是这么一个在三国演义中,极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么一个大人物。 虽然汉宪帝也是第一代帝王,可是大汉王朝的国作绵延了四百年之久,到了汉宪帝手中的时候已经是日薄西山,气息延延了。 整个大汉皇室的命运已经彻底掌握在了全臣的手里,在刘邪看来大汉王朝这长达数百年的设计,很有可能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。 起初是董卓,后来是李雀,郭四,再到后来就变成了智势之能臣,乱世之间雄的曹操。 赤帝之战后,一日曹操待见着吕上朝觐见汉宪帝,正好看见汉宪帝与福皇后都端坐在岸前。 曹操曰,孙权,刘备各霸一方,不尊朝廷,当如之和,汉宪帝曰,近代废宫才处。 曹操怒曰,陛下此言,万人闻之,直到无期君也,帝曰,君若侃相辅则姓。 曹操,不耳,愿垂恩相舍,曹操冷言怒目是帝,恨恨而出。 是帝之战后,一日曹操待见着吕上朝觐见汉宪帝,正好看见汉宪帝与福皇后都端坐在岸前。 曹操曰,孙权,刘备各霸一方,不尊朝廷,当如之和,汉宪帝曰,近代废宫才处。 曹操怒曰,陛下此言,万人闻之,直到无期君也。 帝曰,君若侃相辅则姓慎,不耳,愿垂恩相舍,曹操冷言怒目是帝,恨恨而出。 福守的父亲福丸却因为被拒曹操的权势迟迟不敢动手。 公元209年福丸病逝,由儿子福点成习爵位。 公元214年,福皇后昔日写给父亲福丸的信被曹操发现,曹操怒不可遏, 导致了福完全家老小树,白鱼口人被斩杀,之后曹操又派遣玉林军将军西律时节入宫,收缴福寿皇后的印喜。 当西律领着三百名甲兵进入皇宫之后,汉宪帝质问西律,所为何事? 西律曰,奉为公之命收缴皇后印喜。 汉宪帝知道事情败露,心胆皆碎。 此时的福皇后的知识情败露之后,隐匿于交房殿内的家壁中不出,最后被西律的副手画心揪住头脊脱出。 而当福皇后被画心揪着头发路过汉宪帝身边的时候,福皇后挣扎着向汉宪帝祈求说,不能复相活邪。 而此时的汉宪帝只是弱弱地说了一句,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也,不曾想汉宪帝无意中的一句话,居然被后世耻笑了数千年。